这是国外发生的一件真实的故事 伯威尔是一名水下野生动物摄影师 有一次他在潜水时 突然遇到了一只小海豹 一直在自己身边绕圈打转 不断地将自己往水面上拉 一般来说 动物都不太愿意靠近人类 但小海豹的怪异举动 却让伯威尔感到新奇不已 于是便开始和他玩耍了起来 并伸手安抚着小海豹 而此时的小海豹 似乎并没有玩心 继续焦急地拉扯着 见潜水员一直没有领会他的意思 便无奈地转身离开了 片刻之后 这只小海豹又游了回来 并叫来了他的小伙伴 一起拉扯着自己 但此时的伯威尔依旧很疑惑 于是两只小海豹 便再次无奈地转身离开 但之后却发生了惊人的一幕 对面居然游过来一大群海豹 将它团团围住 这时伯威尔才明白他们的意图 原来小海豹以为自己遇到了危险 不断地向自己施救 此时 海豹们将伯威尔架了起来 而伯威尔也顺从着海豹们 一起回到了水面上 当小海豹看到潜水员安全后 才放心地离开 数天后 当伯威尔再次潜水时 却发生了一件让他终身难忘的事情 一只小海豹紧紧地抱住了自己 并再一次地拉扯着 这次伯威尔误认为小海豹 又在向自己施救 便试图让他保持安静 但此时的小海豹 却展现了异常焦虑 甚至做出了拉扯养鸡面罩的危险动作 无奈之下 他只好顺从着小海豹一起游动着 在游过一条狭长的海盆后 伯威尔竟然发现了一个小型海豹族群 这里有正被橡胶圈套牢的海豹 还有一只被鱼网缠绕着身体 无法挣脱 原来小海豹的种种怪异行为 是在向人类求助 见此清静后 伯威尔立即通知了救援队 就在此时 小海豹向他抱来了他的同伴 由于某些废水污染了海洋 使这只海豹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 酸心的搔痒 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 皮肤上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溃烂和破损 看到他如此痛苦的样子 伯威尔最终决定将他带回陆地治疗 并在人类的帮助下 这只海豹很快便痊愈了 时隔三月 在深冬之际 当伯威尔在此潜水拍摄时 曾经寻求帮助的小海豹 一眼就认出了他 并叼来他刚刚捕捉的企鹅送给他 此时他明白 小海豹是想用赠送企鹅的方式 来感谢人类对他的帮助 事后 伯威尔回忆起这段奇妙经历时 不由得心生感慨 大自然的神奇 和动物身上的那种纯粹的爱 而这也不由得让人感叹 我们的星球是如此神秘美丽 又是如此坚韧强大 而作为地球上的主宰 我们的所作所为 也影响着这颗星球上 无数生命的命运 我们可以选择拯救 也可以选择毁灭 但需要拯救的 从来都不是自然 而是我们自己 我们的星球上 我们的星球上 也不想让人感叹